中国微博近年来吹起了手写热 中国网民纷纷分享了正体字体 也带动了中国民众学习正体字的热潮 有中国网友表示 喜欢正体字是有原因的 追究底蕴来说 正体字更显得厚重 也有网友表示 学正体字并不容易 最自然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多看一些古文书籍 也有网友分享台湾教育部的字体笔顺学习网 透过学习笔画笔顺和步手来认识正体字